即使新闻综合报道只会生不会养 可怜的还是小孩子 一名网友在脸书PO文抱怨 他姐夫非常不负责任 只拿一千元给老婆和三个念国高中的小孩 当作四人两天的餐费 甚至买一个八十元的便当给三个小孩吃 竟然还嫌太贵 原PO对此报器表示 我准备叫社会局去关心了 等着吧 你这个做爸的不养 我做舅舅的养 一名网友在脸书社团抱怨公社PO文指出 姐夫要姐姐结婚后不要拿钱回娘家 这他没话说 但让原PO不满的是 两人生了三个小孩 姐夫却却只给他姐姐一千元 当作是四人两天的伙食费用 等于两天六餐四个人吃 是要吃土吗 原PO痛批 小孩一个刚要上高中 两个要上中学正在发育期 你这个做老爸的有照顾你小孩吗 我姐姐跟你说没钱了 你叫他回娘家要 我们欠你的 更夸张的是 现在买一个八十元便当给三个小孩吃 姐夫还嫌太贵 三个人吃一个八十元便当都嫌贵 原PO无奈的说 姐夫这样做难道是要活生生的饿死他们 小孩吗 他也决定要联络社会局去关心等着吧 你这个做爸的不痒 我做舅舅的痒 文章一出引起网友热议 许多人怒哄原PO姐夫的行为留言咬不起 老婆小孩别娶别生 没能力不要那么爱生 一个便当三个人吃怎么吃得饱 真心觉得嫁给这种人真是悲哀 他怎么不一星期只吃八十元就好 好过分 怎有这样人付 我生了个儿子 生活虽不曾好过 但我先生却是努力的赚钱养我们一家三口 这社会是怎么了